今天是深夜12点,差不多1点钟 跟大家看看新闻 最近有条水龙卷在红磡发生 可以让大家看看大概的样子 这条就是传说中的水龙卷 我亲眼也没见过 你看到高楼林立的红磡区 很快就会慢慢消失 其实这条原片是高清,拍得不差 起码整个天文现象都可以拍出来 水龙卷 完全消失了 那说一下这条水龙卷 现在的新闻都没有什么好说 首先第一件事,什么意思 这条水龙卷 天降异仗在中国是经常发生的 经常发生,不是很特别的东西 所以第一件事,可能是没有意思的 就是没有故事,那就结束了 那就不要听 那会不会代表一些意义 代表一些事情的发生呢 我认为上天,有时他给一些暗示给你 应该不会很难 他会说明水龙卷 我觉得有一种感觉是 卷走了一些钱 香港可能有一阵钱被人卷走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就是意义上 水龙卷 吸走了 好像那些钱 有一种感觉 我想是钱是少 就能吸收 象征就是说 虽然现在 中央那边 大力暴力救市 两万亿 这样扔下来 但是你这样可以 挨到多久呢 会不会是 屠心门 吸钱走呢 纯粹交谈 当然没有什么原理 原理一 就是解法一 构作 其次就是一些 降薪 可能有一个 很大能者 或者有一个能量很高的人 降薪 出生 在这一天出生 天降奇才 龙卷风 就渴一渴去 刚刚BB仔 所以20年后才可能 会佔路头角 我们才知道 可能是黄之锋 黎智英二世 会不会呢 这个不知道 第三 就是一些 成宗的名人 最经典 最容易估计 就是 通常老人家 成宗名人 很厉害的 明星也可以 有钱也可以 普通人就应该不关你 一些事情 会发生 大事情会发生 那是什么事情呢 不知道 是好还是坏呢 坏当然 可能会离去 龙卷风 首先 红磡那个位 其实是什么位 以我行街这么多经验 其实都是九龙的一个龙脈 龙脈位 九龙有几个龙脈位 九龙有几个龙脈位 在我行街的时候 我纯粹 感觉到 第一个就是 亚街路街 龙脈位 接着就有鸭寮街 红磡也是 但是那边就比较清静一点 就是比较有钱人住的地区 也可能不知道 是不是象征有一波的人会走呢 意思就是联民 龙卷风 人中之龙 龙卷风 那会不会好像 我觉得政府内部的官员有调动呢 是吧 大改动 我想不是普通改动 大改动 龙卷风 不是整个龙卷风 不是整个龙卷风 其实近日 近这个月 其实大陆都很多 有没有异象 它是UFO UFO 不知道虎视眈眈 就看着大陆某几个机场 不知道做什么 就看着它 我觉得是UFO 就是在天津 911 试过 它有几架飞碟在上面 闪着闪着闪着的 搞到要停止 那些飞机服务要停止 那当它又起飞的时候 又来又再斬过 即是彈出彈入 官方说是无人机 其实是没什么可能的 因为机场附近 方圆十里 以外 其实他们都会安装一些 反无人机的措施 理论上无人机 不能进去 还有没有人敢进去 事后官方也捉不到人 很明显 就是枯枝欲出 就是UFO 现在你全世界都有一个 即是开始 其实都不想否认这件事 是吧 现在都AI年代 你还说没有外星人 你猜古代吗 反而古代人呢 即是他们的古书记载 常常都说 看到一些飞碟飞来飞去 他们都很承认是有天内有天 庄子他自己本身有些故事 相信都是说这些外星人 常常都说天内有天 人外有人 你计算也认识 是吧 即是一二三四五 是吧 你可以乘上去 是吧 二乘二 是吧 二乘二乘二 这个宇宙是无限配大的 是吧 怎会得我们这种生命呢 是吧 那外星人我自己觉得 我就 这样看的 即是这么多年来 他们都没跟我们正式见面 或者握手 可能在合作中的 和美国那边 所以美国现在 为什么会变成全球大佬 他们的科技厉害 那些科技从哪里来呢 可以领先普通的一个国家 一百年以上 是吧 那一定是出车 是吧 很明显 那应该是外星人给了他一些技术 但是可能也有一个条件给他 就是要维持这个世界 尽量和平 当然 对于美国佬 可能他自己本身 也有时候会引伸一些战争 但是他也希望尽量和平 你不和平 是吧 搞到世界大乱乱 那些外星人也不想 因为外星人他们可能都有任务 我到这里 不知道 可能 因为我们下不了地核 但外星人可以 他们可能会抽取地核的能量 拿回去自己的星球用 等等 其实每个星球都有能量 他们最高的特殊卡 是可以利用太阳 去无限发电的 虽然我们有太阳能 但是 不是那只单纯的太阳能 他们想着最终极的是 很多个 他们应该叫大森林 就是 把一个网看着太阳 最高等级的 看着太阳 不断吸收太阳的能量 其实每个星球都有能量 我觉得外星人来的目标 其实是吸取能量 但是当然 这里也知道有生物 有人 他也不会惊醒我们 惊动我们 但是现在频频出现 就好像有些东西 其实是 我又想了很久 究竟为什么他要搞个机场 搞了几个 好像湖北又有些 又有个机场 又看到UFO 整天搞大陆那些机场 有什么暗示呢 是不是叫大陆乖一点 不要乱做些 不要乱做些傻事 不要乱动光哥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因为我想太空 那些外星人 都是想大家和平的 他给你个感觉 他不骚扰你 但是震惑你 就是说你 不要乱来 我们知道你背后做些什么 因为始终可能中国 美国 那些他们都有些核武 其实呢 外星人是不喜欢的 你搞还搞 不要搞核弹那些东西 可能暗示这件事 纯粹一个猜测 年灯就看到这张图 哇 这个就是霸王茶几 那些男女老少在排队 在喝 一个大陆品牌的饮品 就感慨的 以前呢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就是作为香港人 都会支持 就是本土的东西 那现在本土的 品牌的 店铺 就一间 收拾一间 那就换了 这些大陆的企业 那 唏嘘的 就是 就是 你看到 香港人 是不是不会做生意呢 是不是 那又不是的 这个文记又开到 就是文记街 那样 是不是 但是你会觉得很可惜 就是 就是香港人开始 已经是 转了个方向 转了个态度 就是 譬如 所以 为什么我们这一班 二英YouTuber 都在关注度都少了 因为他们都觉得 哎 玩啦 吃啦 是不是 中央放2万亿给我们 那么好 是不是 开始 啊 忘记了19年 沉重的教训 啊 那 不知道好事 还是不好事 就是傻傻的 都好事 啊 就是 嗯 就照吃咯 有饭有饭 就照喝咯 是不是 不要紧要的 是不是 哎 文化这些东西 是不是 大陆的文化 都是我们的文化 是不是 所以现在 我自己觉得会 慢慢 香港就越来越 就是 自己的 所谓的 本土文化就没有了 啊 遲些可能 千篇一轮位 都要讲普通话 啊 那这个就 都 都没眼看了 基本上 啊 那么 也都表示 就是这个大陆 那些红厚的资金 很厉害啦 啊 就是可能它 以本商人 是吧 你香港开的那些 茶店 二十多三十五元 啊 麦雪冰城可能 低至十元的 那你怎么玩呢 是不是 啊 以本商人 啊 所以 香港做生意的情况 可能会很恶劣 他这么多这些大企业 一定会 就是有减价战 啊 减价战 那你本地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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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店 要买多少杯茶 你才可以 回到那些 回不到那些 那些就要收拾 是吧 那又是 变成了一些大企业的天下 叫做 所以呢 現在 我想 就算我回香港也好 我想我都不认得香港的样子 或者 香港人的行为 我都捉摸不到的了 那些行为模式 就是 都 就是 五年后 就是 试过 警遷 基本上 是 一个好像 大逆转 就是 咦 明明都有200万 以前 当年也有200人上街 是不是 现在 找两个人上街 上街 上街 已经偷笑 还有 那些人 已经是 不会再有心 去 想 什么叫做 黄 什么叫做 我觉得是这样 那已经是 落在其中 落不思熟 所以香港 就没事了 所以这样 有一个这样的现象 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香港好像 歌舞升平 移民 英国也不是很好受 那些人就开始 又少了移民 经济的 有基本盘 我觉得 香港又不会差到去 那些人 不过 我就觉得 真的会慢慢 洗走自己 拥有的文化 还有 慢慢 就会 不再 care 什么叫做 言论自由 那样东西 不要说 什么 新闻自由 都没有了 言论自由 都没有了 现在 都开始不care 陶醉 陶醉 在这些 玩乐之中 我想 现在你看到 是一个新型的策略 现在香港 就是 用 用这几步棋来走 基本上 用几只熊猫 哄着你 是吧 全部食肆都是大陆的 那你不能不吃 是不是 是吧 你们香港人 就是 是 是 自己 本土的餐厅 一间间 这样 最近 就有一个叫做 Yoho Hub2 的一个 楼盘 有一个叫 李太 就是 买个三房单位 给儿子 指住 那 多少钱呢 千万现金 其实 你给他环游世界都可以 基本上 不需要耕都可以 在世界各地 已经是退休的了 所以 香港人 多么有钱呢 可以看到 全然 就说 有些是AA 就是agent 做戏 不知道 很勇约 那些人 冲入市 香港是一个很奇特的城市 当有人失望 也有人希望 有人充满希望 全费 买一层 被子女住 我想最重要 就是 哇 她的儿子很幸福 对吧 有这样的妈妈 Full Pay 买给你 而且三房 不小的 三房 我觉得 也有 六八尺 六七八尺 可能跟我这儿 差不多大 小小小小 可能 香港就 起码都可以 不断去 develop 而且 有得一千万 买楼 即是 她本身 隨便打工 封流工 不做事 都可以 真的 二十岁毕业 就可以躺平 我呢 基本上来到英国 就没办法 都要逼住躺平 因为没工作 但是这些 不知道什么名字 真的不用路 香港多不多 这些例子 我觉得也有一对 香港 可以看到这个例子 就是贫富悬殊 另一边商 当然就是 那些 板箭房 那些 现在准备取体 所以 香港是很极端的 基本上 下街 可能隔壁的人 就是 我刚刚买了 你还要供楼吗 不奇怪 那我自己 都 认识过一些有钱仔 以前 很久了 在香港那时候 有个有钱朋友 加住三千只 有次去过 上他家开派对 就见识到了 啊 真是 很刺激 不过整个洞 就是 因为大得債 都不知放什么 那 就是 会见到一个很极端的世界 基本上 香港 我又 劏房 也见识过 人家的豪宅 也见识过 也见识到 每个人的命运 都是不同的 如果他 他儿子的路 是轻松很多 所以 有时候 有些人说 你要努力 努力就不怕 一点点 就是 靠努力成功 你什么时候 才可以有一千万 在市场上 人家 不知道是什么钱 就是 不知道 他那些钱 是否干净 一千万 富费 可能 不知道做什么生意 可能很轻松 赚到一千万 当然 这些例子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他可能找些做会 找人排队 充斥一下市场 然后找个人访问一下他 也不奇怪 有个池武入閘 引一些真池武入閘 可能这个是假的 也不知道 因为香港也是一个很狡猾的市场 你如我渣 骗哄哄 大家看那个河马 河白河马 就是一个例子 根本就是 你骗我 我骗你 气中气 里面还有气中气 究竟是谁骗谁呢 最后 香港人就是最享受看的那一刻 今天的新闻就讲到这里 没什么特别 全部都是很普通很无聊的新闻 多谢收看